古铺11月13日训日前,热苏斯在接受采访时,向大家描述自己当时受伤时候的场景。 热苏斯表示,那是一次相当复杂的受伤,我能够踢完比赛,但当我平息下来血液冷却的时候,我就不能正常行走了。 双引号,当时我先是被踢了一下,然后是冲刺,我有感觉到身体有点不舒服,但仍然继续踢完了比赛。 双引号,第二天,医生问我是怎么踢完比赛的,受伤的地方是身体的一部分,恢复的过程相当漫长,不能上场参加比赛令我感到很困扰,我对自己受伤感到很是沮丧。 双引号,此前,瓜迪奥拉赛接受采访时说,热苏斯可能会因此伤缺好几个月,对此,热苏斯表示,在瓜帅说完之后情况有些混乱,但一切都解决了,现在我回归赛场了,我很好,双引号。